前有东北操汉王燕林秒变金芬道明寺 后有高冷耿直的杨米 秒变假妹半可爱 看来娱乐圈里的明星们都难以抵抗软糯的台湾腔 这种撒娇时可以直接将甜度拉满 生气时又多了几分可爱的万能语言 究竟能跟明星们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今天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些明星模仿台湾腔的搞笑名场面吧 收视女王杨蜜说起台湾话来可谓是甜度满分 在某档节目中一出场她就娇羞地模仿郭碧婷讲话 语气动作与郭碧婷如出一辙 而一旁的谢依林也没闲着化身郭彩杰 两人的搞笑对话 我是我是郭碧婷 我是郭碧婷头发那种好唱 瞬间将人拉回小时代 仿佛时代姐妹花齐聚在一起 引得主持人感慨 今天现场来了四位嘉宾 不仅如此在非常近距离离 杨蜜也贡献了一段学台湾腔讲话的名场面 一口正宗的台湾腔 配上标志性的无嘴动作 可以说是将娇嗲台湾妹的形象 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生三世里戏经杨蜜再次上线 视频中杨蜜用台湾腔 对赵又婷撒娇 娇滴滴的声音 另一旁的工作人员直呼 我冒冷汗了 随后两人便上演了一场幼稚的抓人戏码 魔性的台湾腔配上略嫌傻气的表情 使得整个画风多了几分搞笑有趣 别抓我呀 另一位收视女王赵丽颖 在欢喜密探中 用一口台湾腔绕晕劫匪 有着一张肉嘟嘟脸蛋的她 啃着胡萝卜登场 面对陌生男子一番真挚的表白 赵丽颖开口就是一句 再配上一双扎巴扎巴的大眼睛 天真浪漫的模样令众多网友直呼 太可爱了 随后再听到陌生男子借银子的诉求后 他瞬间暴躁起来大吼道 接着就是一顿暴风输出 软萌暴躁的样子 令不少网友纷纷感慨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呢 一向以高冷酷盖形象试人的王一博 其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假惊 他曾多次在直播中模仿台湾腔 软萌甜腻的台湾话 配上各种语气词甜度爆表 不愧是王甜甜 在陈情令里 王一博化身王耶波 用台湾腔对着肖战撒娇 一句娇羞的 听到网友们纷纷表示 不愧是望线CP 当然在其他节目中 也能看见火速接梗的王一博 超赞的 超赞的 还有偶尔玩心大气的奶盖 这里的滑手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人前人后强烈的反差感 令网友感慨杀伤力太强 试问谁能抵挡得住 高冷男神的甜逆撒娇呢 和王一博一起参加过 极限青春的承宵 用事实向大家证明 台湾腔确实存在 人传人的现象 节目中承宵用台湾腔问道 他在干什么 白净庭的台湾腔曾一度把鬼鬼逗得合不拢嘴 明星大侦探里 白净庭与鬼鬼在吃火锅时 找到了与谜题相关的线索 在发现其中的奥秘后 白净庭一边示范 一边破解密码 而一旁的鬼鬼快速领悟 并解除了两个数字 然后一本正经的向白净庭要夸奖 那一脸求表扬的表情可谓是可爱至极 于是白净庭立马模仿鬼鬼的台湾腔花式夸奖她 逗得鬼鬼连连发出标志性的鹅叫声 如果说钢铁直男 白净庭碰上台湾腔变可爱了 那么本身就是小奶团的炸人们 遇上台湾腔可以说是奶气十足 时代少年团里有着台湾腔半壁江山之称的颜浩翔 一言不合就狂飙台湾化 以至于其他的成员统统被她带跑偏了 有一次当宋亚轩跟马家琪吐槽 其电脑好慢时 直接给马家琪弃出了台湾腔 恼羞成怒的样子配上机车的口音 别提有多可爱了 此外在采访里 全员模仿台湾腔 更是蒙翻无数网友 张一星在录制 这就是街舞时 用台湾腔现场还原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这句名台词 你不要再打了 这些 你不要再打了 间隙的生鲜影的网友们表示 有小绵羊那味 一旁的钟翰良仿佛跟他们处在两个世界 当他听到偶像剧里有斗舞情节时 直接瞳孔地震表示道 听起来荒诞 热心的5G冲浪少年张一星 直接拿出手机播放给他看 最后张一星还饶有兴致地模仿一番 软萌可爱的模样也是罕见 迪丽热巴则是被演戏耽误的配音演员 创造营里作为导师的热巴 一度化身凤酒为学员们拉票 可爱的狐狸英蒙翻在场所有学员 跑男李无论是奶生奶气的小朋友 还是典型的上海阿姨 全都被他演绎的唯妙唯笑 引到在场的工作人员捧腹大笑 拥有极强语言天赋的他 台湾腔自然也不在话下 在某档采访中 面对粉丝对自己自拍吃藕的吐槽时 他则用软萌的台湾话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细经上身的他更是听不下来 粗广厚重略带鼻音的声音模仿 逗得工作人员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女孩子怎么那么可爱 提到细经 赵露丝必须榜上有名 精通方言的他靠着一口台湾腔的东北话 走遍天下 在哦我的皇帝陛下里 赵露丝就曾用港台腔劝说解匪 我都跟你说了 我们是自己人啊 前一秒还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下一秒直接被劫匪 真假释下得花容失色 沙雕搞笑的画面 令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其实是个宝藏女孩 而在另一个采访中 赵露丝还分享了台湾腔的模仿精髓 他表示首先一定要温柔 话音刚落突如其来的撒娇 让网友表示是行动的感觉 你在干什么啊 你在干什么啊 继续传授教学经验的他 似乎也被自己的语言天赋震惊到了 也难怪网友说他 掌口就是偶像剧女主附身 蔡徐坤和范晨晨 学起陈丽农的台湾腔 可以说是笑翻众人 蔡徐坤仅仅用一句话 直接模仿出了精髓 范晨晨晨撒娇装甲的声音 配上害羞的眼神动作 引得网友直呼太像了 不可能啦 话说台湾腔是不是大厂男孩的必备技能 同样来自大厂的黄明浩 也是台湾腔的重度爱好者 早前在模仿陈丽农时 虽然只是一个简短的啊 但灵气十足 啊 许世方言天赋得到了一定的启发 以至于他在节目中 或是采访中频频出现台湾腔 比如少年可激励 当全体成员享用火锅时 黄明浩直接用台湾腔来表示喜悦之情 不仅如此 棒棒肉肉这样的叠词 更是将可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旁的黄新纯紧随其后 也加入台湾腔行列 给大家带来了一场 乐华喵喵杯少儿表演比赛 尤其是黄明浩双手环抱撒娇的姿势 引得一旁的嘉宾发笑 到了另一档综艺里 他更是模仿陈乔恩的口音 捉弄鬼鬼 两人一来一回的爆笑场面 惹得其他嘉宾争相模仿 上演了一场百变乔恩秀 乔恩吗 我是乔恩了 我是乔恩了 你不是 说到台湾偶像剧 想必大家都会想到流行花园 毕竟当年剧里桀骜不驯的公子哥 道明寺 一度成为了万千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即使这部剧已经播出二十多年了 依旧是许多人的经典回忆 也是各大明星争相模仿的片段 这部在快门里 东北汉子王彦霖就为道明寺配音 满嘴东北大茶子味的台湾腔 令网友表示 一点都没有偶像剧的味道 只剩下满满的喜感 随后王彦霖更是开启暴风演技 虽然口音满分 但五关其非式的演绎 直接让现场嘉宾放弃了表情管理 随着戏中场景的转换 王彦霖从一开始的小声吐槽 转变为大声怒吼 全程撕心裂肺 犹如马景涛上身一般 把阔少见霸总的道明寺 配出了铁壁直男的魔性feel 惹得鬼鬼直呼 她的台湾话好没有气质 有人给颜承旭配音 而有人则当着颜承旭的面表演 贾琳沈腾这两个 长在观众笑点上的喜剧演员 在王牌对王牌里 直接当着颜承旭的面 用台湾腔 爆笑演绎都挺好 明明是一段生气的戏码 结果沈腾一开口 就是浓浓的台湾腔 硬生生地将严肃的气氛 转变为搞笑气氛 最为搞笑的是 中途沈腾还忘词 两人疯狂甩眼色 使得观众嘉宾一片爆笑 成功对上线后 沈腾又开始演起了 偶像局势拽人 而在贾琳的一番暴风疏出 外加悲情的背景音乐下 好似又变成了一档情感节目 不得不说 再正经的台词 在他们两个演绎下 都会变成喜剧片段 这天生的开心国体制 着实令人羡慕 由此看来 当明星遇上台湾腔 都会产生软萌可爱 亦或是搞笑有趣的结果 即便是往常高冷的男神 也都会在这万能语言的影响下 变得可爱十足 至于明星学台湾腔的原因 一方面是能展现 自己的反差形象 另一方面 脚脚的台湾话 确实多了几分喜感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咯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就订阅点赞我吧 下期见